在藝術家眼中 废弃物跟废墟都是藝術 藝術家刘云怡在2010年 他在德国发现当地的废墟 不到一年就会拆掉了 他于是决定用相机记录下 废墟各种不同时间的各个角落 然后在后置合成 重新拼贴成纪念碑的形象 他说这些废墟不会真的消失 只是换一种方法活在居民的心中 空无一人的废墟 被漆上各种图案以及标语 这是已经废弃的德国柏林东车站 旁边的作品则是当地的酿酒厂 跟湖中的倒影连成一线 让人分不清什么才是真实 艺术家刘云怡在不同角度以及时间 用相机记录下废墟的样貌 再重新拼贴组合 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它融缩了完全不同的时间 还有不同的透视 然后会造成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把这些废墟转化为经验被样式的模样 那这样子的东西可能不能是 就是可能路过然后拍下一张照片 所能表达出来的 刘云怡跟来德国拍下两栋 看似双胞胎的房子 过了半年就地重游 想不到其中一栋已经被拆毁 于是他开始记录当地的废墟 他说其实这些建筑就算消失 也会活在当地人的心中 所以可以合成后制 营造出纪念碑的氛围 在他的作品中 虽然看不见任何艺人 但却感受到浓厚的人味 回到台湾后 他来到金门拍下一系列的废弃洋楼 记录台湾的历史变迁 当时很多侨民在东南亚经商致富 于是回来盖了很多的大宅子 但随着时代变迁逐渐荒废 我们可以看到这建筑物中间几乎是空的 然后可是里面就长出了 非常非常多的植物出来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景象象征的是一个 就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 那他在衰微之后 那大自然的力量重新去覆盖在这个建筑空间之上 刘云怡说每次的展览都会有当地的居民 分享废墟的故事 他希望借由这些照片 重新找回建筑物的价值 让记忆重回到这些曾经住满了人的空间